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要求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停止和以色列的安全合作 以此对以色列冻结巴勒斯坦税收进行报复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星期四在举行两日会议之后发出这个呼吁 该组织指责以色列未能够遵守双方签订的协议 目前阿巴斯还未有表态,以色列也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今年1月份,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当局宣布寻求加入国际刑事法庭之后 扣留了本应转交给巴勒斯坦当局的税收 以色列和美国都强烈反对巴勒斯坦加入国际刑事法庭 巴勒斯坦当局和以色列军方实行安全合作 目的是交流信息,防止以军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发生暴力冲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